hello,大家好,我是邱胖胖,那今天呢,又来给大家做视频了,那本期视频的话,给大家带一起这个枪王牌位的低视角了,然后玩的是这个卫星基地了啊,那邱云呢,最近发现这个给大家录制的卫星基地的素材比较多啊,有点尬啊,然后本期视频呢,依旧是在这个西部战区打枪王牌的时候,为大家录制的这么一期这个视频啊,嗯,比较尴尬的是什么呢啊,今天呢,换上了这个冲锋枪啊,以粉丝要求换上这个冲锋枪啊, 一讲到冲锋枪呢啊,可能大家就会上到这个冲锋枪一哥斯泰尔了啊,问卓宇为什么不用斯泰尔啊,为什么呢啊,因为我呢,嗯,比较调皮啊,然后呢,拿视频打斯泰尔的话啊,可能会让很多小伙伴觉得啊,不是说拿拿是斯泰尔打视频啊,对不起啊,啊,有点嘴嫖了啊,然后呢,嗯,可能会感觉有一点耍赖皮嘛啊,对吧,所以说呢,邱云呢,就换上了一把稍微冷, 冷门一点啊,的一个GP冲锋枪啊,就是为大家这个做一期视频啊,啊,然后的话,啊,明顺没有那么大的枪啊,这样的话啊,是吧,大家会显得公平一些啊,这个枪的话啊,叫做动力CPW啊,也算冲锋枪里面一个比较好用的枪了啊,然后的话,原始子弹呢,是30发啊,并没有那么多,嗯, 这个,因为上次吓死我的号码啊,他的装备呢,比较齐,而且呢,当时也有很多小粉丝啊,也说要求去捶一把这个冲锋枪啊,那捶呢,就在这个GP冲锋枪里面选择了一把啊,这个冲锋枪的话啊,射速是非常快的,而且啊,配上去与平时一些Rush的路线啊,包括说破点的一些细节啊,大家能看出来的话, 嗯,在视频啊,里面啊,给大家讲的一些小细节啊,这是快啊,为什么是快呢,就是在,嗯,你在复活的一瞬间啊,就要制定好你要冲锋的路线,然后呢,就不要磨叽啊,不要回头也不要停留啊,这样一,一锤哎,就可以发现啊,其实,就是说很多点位啊,人家都没有反应过来,你看哇,这个人怎么一开局啊,就已经到了A包点啊,是不是啊,这个瞬移没得洗啊,瞬移没得洗啊,你看大家, 可以注意看啊,秋雨在已经双杀两个人之后,队友才刚到中路啊,而且的话,我嘴里小刀还是一条直线啊,相对说,嗯,就是,嗯,比他们的路要长一些啊,就是我已经双杀了之后啊,队友才刚从刚刚从家里走到中路啊,所以说,在有时候在打爆破的时候,急行军啊,就是出其不意也是一种打法啊,就是你只要冲的快啊,大家可以注意秋雨拿上这个冲锋枪,每一局开场啊,我就是,嗯,靠近 哪边的位置啊,我就会用一些,嗯,小技巧啊,去,这个,去扑一下啊,扑一下啊,这个捶不捶得死就另出了啊,因为反正呢,我们这边,对吧啊,第一时间的话啊,点位要说清楚啊,对吧,让这里闭门看到一个拿手枪扣,哎,因为这个距离的话,用这个冲锋枪说实话有点装逼了啊,然后我们这边拿手枪扣两下,然后发现,哎,闭门这边还有人,不,没关系,我们就拉出去,哎,冲锋枪带走,往上之后再一个跳扫,三杀啊,然后的话,来找一找最后一个在哪里,这个时候, 我这边听到脚步伤,哎,好的,杠逼直接一拉出去一个四杀啊,为什么这个枪啊,这个冲锋枪啊,包括说斯泰尔这些系列会很惹人讨厌的啊,因为有时候在正面拼枪的时候,因为这个枪射速很快啊,所以说呢,大多很多这个近距离拼枪的啊,包括说雷神啊,这些各种英雄武器都拼不过这些冲锋枪,其次呢,这些冲锋枪呢,打在这个敌人身上的时候呢,啊,有这个 抖动效果啊,就会让别人的枪变得很飘啊,这个也是冲锋枪的一个比较赖皮的地方啊,但是枪械啊,大家要注意 打爆破啊,什么枪都有,对吧,咱们玩射击类游戏啊,打爆破啊,你可以接受近战喷子啊,可以接受这个斯泰尔啊,冲锋枪啊,对吧,小手枪啊,包括说 啊,对吧,你用雷神啊,用步枪啊,都是个人喜好啊,你可以不喜欢别人用啊,但是别人用呢,也没有什么 错误的地方啊,这个其实我要讲清楚啊,我本身我自己确实啊,我也蛮讨厌这个,呃,这个 恶棍喷子啊,因为我觉得有点不太,不太对啊,这个右键的 中弹头有点不太对啊,但是呢,啊,对吧,别人用了也没有办法啊,你也不能就这样去去骂他,因为他用的也是枪,对吧,啊,也是枪啊,明明白白的啊, 这个,呃,可能说很多人都有奇异嘛,啊,对吧,啊,不是说这期视频呢,秋雨打这个冲锋枪啊,我就要洗一下啊,其实这个枪啊,秋雨平时玩的少,但是呢,真正要打的话,我觉得谁打也不是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,对吧,啊,这期视频的话,其实打的并不特别多,因为在,呃,顺,顺风之后呢,有这个,呃,就被别人吊锤,哈哈,被别人吊锤, 然后,冲出去呢,发现别人都在家里卡着我啊,然后呢,队友呢,都在卡点,然后,对面把我打死之后呢,啊,我的队友就疯狂的杀戮啊,发现啊,我们这边就,莫名其妙的就赢了啊,这呢,最后呢,只杀了11个,啊,看看队友是要啊,这边,对面打我的时候贼厉害啊,发现打我队友的时候一撮的pose,真的是尴尬的一瓶啊,然后呢,这边,过两天再给大家出一更好的视频啊,那本期节奏就为大家带到这里了,谢谢观看